我平常都來買Ice Coffee 買一杯咖啡 接著就要去Scarbo辦市場 今早很冷 穿了一件外套出來 怎知道現在熱到不得了不得了 像五月夏天的天氣 熱到飛起 所以要買Ice Coffee喝了 咖啡也不能喝了 雖然需要看純白 一定要有些動物 到時拍些影片給大家看 這間的食品比較少 很普遍的 Muffin、Cousin等等 不過你可以叫它三文治 即是火腿香 或者是Western三文治 即是煎雞蛋三文治 現在就來到Yang & Shepard Subway Station 這裡是大約12公里 所以就很新鮮 看不見到阿彤那些什麼Eastlington 那些 平時我去香港那條Line 那些很舊舊 到不得了八十年歷史 這些就是新鮮 終於辦好所有事情了 很累很累 因為沒有喝到咖啡 喝了凍咖啡是沒有什麼用的 提不到神的 那就在附近這一間 經常來的商場 裡面的快餐檔買些東西 反正我差不多四個月都沒有來過 這個角度就可以看到這個名字 鍾城商場 如果大家想來這裡的話 鍾城商場 就是在Suppert Avenue East 那裡走 今早早日好 冷藏了大褲 你看現在天氣漂亮得不得了 剛才熱到我要脫掉褲子和頂巾 白色衣服 還是穿襯衣服 剛才後面的白色衣服 那個男孩子挺好的 你跟我說 是在YouTube看過我片段見過 真是好 很開心 見到YouTube的朋友 終於進來這個商場了 現在因為已經是五點多 不是吃晚飯 又不是吃晚飯的時間 所以就不是很多人 但是也有很多人來買 我買的 我買了兩個菜 一個是梅菜坑肉飯 一個是家鄉肉碎骨瓶菜 這個唱我第一次吃的 YouTube 這兩家店 是我每次來都一定光顧的 旁邊有間龍藤燒蠟 但我近台吃了太多燒蠟 所以今次不吃 吃回勝記的小丑 下次再來光顧燒蠟 因為剛才眼臭板子的時候 很熱很熱 所以容易把所有的東西都剝開 因為現在不知道 剛才走進來 竟然就快黃昏五點幾 突然之間翻空 吹一吹 剛才打到一個嚇唇 不過不要緊 我身體很強勁 Thanks God Tatsumi 沒問題 現在等我吃飯了 他也有很多兩葉 沒有黃菜 三黃菜 四黃菜 拍給大家看看 如果你經過 又沒有什麼吃 又不想吃那些 愛港電所店的快餐 就來這裡吃 當然他有很多 好像我叫山蕎的 茶粉麵飯 還有菜很便宜 但不是說底的問題 是他做得很好 好像我經常這樣 不是要大份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 要漂亮 新鮮 氣餃 炒得好 切得好 那才是一個 比較合格的好菜 這間我試過很多次了 他基本上是做得不錯 所以我試過 他會試一下 本來今天是想去為其他地方吃東西 但因為你太熱了 就很小 所以呢 就在這裡吃 反正吃過很多次 OK 不要失望 不會吃到 要想問候別人 家人 那就很好 而且這些東西很新鮮 樂器很久 這個就是我叫的兩菜飯 那姐姐跟我說 小心小心 我有醬汁的 哇 真的很多醬汁 這個就是我叫的梅菜吸肉飯 份量很大 不過不知道那些肉怎樣 要試過才知道 表面看 第一塊肥了一點 下面那塊 一半肥一半瘦 味道就很香 這個呢 就是我叫的另外一個 家鄉肉碎燜瓶八 哎呀 挺適合幾千口 那你因為他說很多汁 就是一個湯 來燜出來的 對嗎 這樣呢 挺漂亮 很香很香 這個挺適合我吃 每七個都適合我吃 但是哇 我想不太大份 不過不要緊 因為我過去那幾天 啊 比較吃的東西少一點 這樣 今天帶吃一餐補回去 因為我 剛才整天都沒有吃東西到五點幾 我身體好餓 這樣我就聽我身體說了 其實這樣是好不好的 吃飯一定要定時 今天很容易捱出胃病 大家記住 這一餐呢 就是我這個單身的男士 在加拿大捱世界吃的兩送飯 不過幸好有肉 有飯 有蔬菜 跟著還有肉碎 那些瓶白 就很有營養 跟著他還有個荔湯 今晚的荔湯很香 我給你們看一下 好香好香好香 好香 不錯不錯 我都說這間餐廳 不會失望的了 為什麼不會失望呢 一來那個店的管理 或者中指號 那些財務間的東西都很失事 還有獲取救 所以知道呢 我們很多次呢 在這裡沒有幫助的 只是老闆 我應該是老闆一個人 所以是不炒 所以每次來水準很穩定 而且始終是一個大師傅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每次吃到 就有XYZ 所以我好像今天那樣 所以我來這裡 算了算了 你已經很近這裡 來這裡 幫助他 反而這些東西一定可以的 這兩個菜 很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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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我要攤動它 才吃到沒有辣出口 好熱很熱很熱很熱 那個瓶子的位置 就是燜得不夠時間 多了 不過不要緊要 很香很香味道 阿斑好像老闆一樣 吃了一口我的梅菜扣肉 好軟好軟好軟 入口就溶 好過很多茶樓飯店餐室的梅菜扣肉 我都說這間食物不差了 那這塊比較肥一點點 但是這塊就可以了 兩成半是肥肉 肥豬肉 肥豬肌肉 其他就是瘦肉 但是你不用怕 全部燜得不得了 軟得不得了 應該走光油了 口言吃下非常之好 一個人不可以說 整天都沒有油理的東西 要潤一潤 不錯不錯 七十分 很多酒樓茶餐廳的梅菜扣肉 幾大名氣那些 拿出來 一看 放在這裡 你一吃下去 有些是 有些 或者有些 你一吃下去就知道 就是 不是那麼好 但是這間全部淋了 好像人家不定地在這裡 忍耐著 味道剛剛好 包你OK 但是對我來說 我希望它鹹一點 濃一點的梅菜味 但是已經非常非常之好 好過你吃那些連鎖店 是不是 所以快餐店 華盈 快餐店 茶餐店 華盈的food court 你不要以為很差很差 最清楚 最重要是誰做老闆 還有 他 是不是大師傅自己炒 還有他做生意 是不是敬業樂業 還有他有沒有用心去做 如果找到那些就行了 好像這間 是不是 這個 扣肉不錯 十分 他的梅菜 做得不錯 好像有一些晚樂 豬油 晚樂平靜 有些淡淡的香 還有梅菜香在下面 不錯不錯 而且 老實說 他給這些肉 有很多塊 這樣的價錢 就是九個半咖 剛剛 試了我這個 家鄉肉碎 冰樽菜 不錯不錯 很清淡 有些像我們北方送那種 王牙八 煮的菜 可惜 他的湯汁不夠多 因為 他不是裝碗 如果是 就更加好 不過他已經很好 放了很多很多汁 所以剛才 老闆娘說 小心小心 他裏面 材料都不差 有冬菇 有蝦米粒 有粉絲 有肉碎 這個 黃牙八 粉絲 不差 不差 很舒服的菜 吃了下去 我叫做 Comfort Food Comfort 我這些英文很差 Comfortable Food 吃得很舒服 清淡淡 但有肉 又有粉絲 很好 很好 剛剛吃了這個 梅菜扣肉 再找這個 來做拌菜 非常之好 Good Choice 我現在開始快搭了六點 開始很多人來買外賣 剛剛吃了這個 家鄉麥水 新菇 筍菜 不錯不錯 我同樣給他 70分 因為很舒服的菜 他下了蝦米 冬菇 肉 所以 一樣有味 雖然是很清淡的食物 他拿這麼高分 就是因為他很清淡 很舒服 還有很健康 下的食物 和我今天這個梅菜扣肉 是最重要的 一個就是很濃很濃的肉 一個就是很清淡很清淡 有很多菜 很自然 挺好的 挺好的 當然 不是說我早來來試 或者其他小店 做這個 不過我只是好 做一個很清淡很舒服的菜 味道剛剛好 和大家說 我一路吃到這個菜 因為下面有些湯汁 味道更加鮮濃 味道好吃 好好 不錯 不錯 你看我 都忘了吃過那本菜扣肉 只買一邊吃這個 可想知道幾清爽的一份菜 吃 很舒服 吃下去 好 雖然 很多朋友都會看過 我在這間商場 都吃過很多次的東西 但今天呢 我叫的菜 是不一樣 我們從來都沒有叫過 一個就是梅菜扣肉飯 一個就是家鄉 肉碎 蚊筋菜 其實呢 我覺得我們現在叫蚊筋飯 不錯的 所以呢 尤其是呢 我很多 Youtube的觀眾 和朋友 他們第一次 很多是第一次吃的 所以呢 就不會覺得 首先相信 你們看我 我在這裏吃過很多次菜的朋友 都會覺得 這次是 全身感覺 因為呢 是不一樣的 那下次呢 如果我經過這裏呢 我又試一下其他不同的菜 再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去做一個參考 是不是 嗯 其實呢 嗯 我應該整四個都沒有來過這裏的了 所以呢 都不是說成效來的 是吧 他以前那些人做了成效來的 因為那一陣子試了很多東西 在這裏辦的 那 現在呢 我又來回來 另外一個梅菜扣肉了 特意給大家看 不好意思 拆了出來給 我已經吃了兩大塊梅菜扣肉了 這裡還有四塊 是不是這一間餐廳 老闆 不節省客人呢 最重要做生意 不要節省客人的材料 那些品質上面 真的給你足夠很多 吃了兩大塊 就很多菜 九個半 包一個湯 但是做得很軟 很軟 如果你不軟不好 你就要九個半 你收我五元 我也不會吃 大哥 是不是 說得難聽些 折磨些 如果做得免費 我也不會吃 是不是 老實說 你叫一份梅菜扣肉飯就夠了 除非你好像很大吃 好像我這樣 尤其好像今天餓 一份就夠了 今天餐呢 挺滿意的 七十分 每一個菜都做得不錯 當然大家不可以跟五星級買取比 或者是五星級酒店或飯店比 價錢都不一樣 氣氛環境 材料都不一樣 但是呢 我們是一份這麼小一間的 華人 FoodCoin 這麼便宜的價錢 竟然可以保持到這樣的水準 獲器 數量 價錢 品質都不差 真是難問可貴的了 雖然 有些工作人員都會覺得我 口水多過差 但是呢 或者我是讀文科出身的 都不懂理論和講過 口水多過差 就是告訴大家 聽到有一個人會覺得好 因為很多人經常說 這個食物很好吃 那就 過去了 那怎麼好發呢 或者你說這個食物好吃 怎麼不好發呢 讓自己的觀眾去評估 覺得是真人家 對不對 啊 再次謝謝你們收看我的視頻 記得按LIKE 留言 訂閱 有廣告 記得看完 好 好 嘩 歌麗湯呢 很清淡一下的 其實呢 不差的 不過可食 因為呢 撞到兩塊 梅菜 燜豬肉 還有那個家鄉肉 燜豬肉 又有蝦米 又有冬菇 還有一些梅菜 還有一些肥豬肉呢 所以呢 就濃過洗的味道 所以就這樣起來 這個湯呢 就比較清淡了 清淡了 但是其實呢 平時來說呢 是OK 好好的了 就是一個快餐店 快餐食堂 比你這個免費的湯來說 已經不錯了 但是那些這麼強的菜 一沖淡之下 就變得很淡 很淡味 剛剛回到城市 才發現原來我自己 忘記了 有些東西要買 眼藥水 那馬上來到這個超市 我已經很晚了 已經是十點多 這間還開 所以在這裡買一些眼藥水 還有其他的東西 那就完成了今天 整天幾天了 咦 經過這裡 剛剛好看一下 我的房間 垃圾袋好像用完了 更快更快 起碼就幾個星期 那 既然經過了 那我買了 不用我家人再幫我去買 看看有沒有我的尺寸 唉呀 又來到這個雪糕部門了 沒辦法 我又要買雪糕吃了 這一隻一般好吃 但買我幾次都ok 今天又來買它了 唉 慘了慘了 減肥了 你說死不死 唉呀 有一段小日子都沒有喝過果汁了 所以那些人做果汁 好多 他說是100%橘子汁 你都不用 我買了 一定 加了很多糖就對了 100%糖 但偶然喝一喝都ok的 我想兩個星期都沒有喝過了 那ok了 就買了一瓶 好了我真的辦好我今天所有的事 很開心 無風無險 最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你可以給個like 留言 分享給你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訂閱 訂閱很重要 如果你有那些時間 看一下我的目錄 就是playlist 有1000幾個video 一定有些你會很喜歡的 你看一下 祝大家身體健康晚事 就算多謝下次見